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动作先机 赚第一手的钱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标股天地 我是陈静 今天是礼拜五 那么明天礼拜六 礼拜天 又是快乐美好周末的假日 相信在这一波我们的一个操作 大家有目共睹 会员都是满满的一个获利 满满的幸福 不论是从2月17号的立望 立望当时候在100块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170 180 甚至快到200了 包括在今天 你如果看到《金晋日报》也好 工商职报也好 大摩 卖隔离 把立望的目标价 我持续调高上看250 但是为什么在低档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讲 总是看到股价大涨上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外资的一个报告 却如雪花般的一个这样飘出来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如此呢 但是你要跟谁 这个时候他报告出来 他到底的一个用意是如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很多人 在看到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这样的一个上涨 很多人在不知所措的一个时候 老师就跟他说过了 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股价就是要在市场上 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时候 才是最好布局的一个时机 不是等到股价喷出大涨的一个时候 讯息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股价在高点的时候 再去追嘛 那么你看 像今天力望大涨上来 好多老师现在 都才来跟你讲 那这个真的是 慢了一大步了 那也是请大家 你真的是要好之为之 那不论是力望也好 然后呢 再到近期的一个创节 3月10号 11号的创节 也是一波大涨上来 都是有两成以上的一个 获利的一个空间 再来包括 3月10号的一个F勇冠 锋利概念股的F勇冠 你看3月10号布局买进 之后 拉上去 然后呢3月19号再回撤 又来到115块 在节目上我也告诉过大家了 结果你可以看到 在这礼拜表现最强的就是什么 F勇冠 直到昨天来到147块 我们啊 会员朋友好开心 因为什么 我们又把获利给放进口袋 先出一半 把满满的一个现金 把它放进口袋 因为他知道老师啊 接下来又要开始怎么样 大出手 又开始要帮他们寻找 另外一档的一个标股啊 包含着在3月24号啊 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权 如果3月24号的演讲会场上 你有来台北参加我们的一个演讲会场上 我相信你今天的心情会很高兴 会很愉悦 甚至在今天收完盘之后 人家去上街头 但是呢 你会带着你的家人 你的一个小孩 去吃一顿丰盛的一个大餐 我们的一个人生 我们的一个生活 不就是要这样子来过吗 所以老师时常看到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很多的一个会员朋友 都能够因为我而富贵 因为我而过着快乐生活 的一个生活啊 老师啊 也感到啊 非常的一个高兴啊 包含着一个美其马也是一样 3月24号 跟大家所分享 在演讲会场上的一个股票 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礼拜二标涨停 礼拜三标涨停 礼拜四震荡 今天再创新高 包含 另外一档物连结概念股的一个连结 你看 这个也是我们会员朋友的一个股票 今天一大早 好快哦 张忠摩一讲一句话 马上就是叮咚叮咚 涨停板 你来看 来 好快 但是如果说 你在这一波拉回来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你不布局 今天涨停板当然买不到啊 但是好多人都是怎样 好多人都是看到跌下来了 为什么 跌下来了 你看嘛 我把它遮起来你看 跌下来了 你有看到买讯吗 没有看到买讯啊 因为指标死亡交叉 讯号出现卖讯 那你没有看到买讯结果怎么样 等到今天量身涨停板了 哇棒 你会觉得 棒 买讯出现了 有用吗 涨停板了 那当然今天很多的一个软体啊 可能又会跟你介绍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但是你如果没有事先卡位来做一个布局的话 今天涨停板跟你都没有关系啊 所以我时常说啊 我们今天在股票市场上 你所要了解的是什么啊 你所要了解的不是一条线 也不是一个指标 因为线跟指标 它是一个辅助参考的一个工具而已 你要有大方向的一个眼光 你要知道在未来的一个台股 它的一个方向到底是在哪一边 今年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卖动 到底是在哪一边 像今年啊 有好几大的一个顺势啊 腾讯要IPO啊 那这一块的一个电子商务的一个市场 又要蓬勃的一个起会了 那包含了一个什么 英戴尔的一个怎样 他也啊 开始入主的一个物联网 包含着一个什么 脸书啊 他也收购了一个什么 Oculus 这一个虚拟的一个实践的公司 他所代表的是什么 都要往创造的章式 都要闯物联网这样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趋势方向来做一个前进 那是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透露出在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循环 今年物联网真的是一个大商机 包含物联网所带动的一个云端的一个装置 行动的一个网路 还有车载的一个系统 那车载系统就会连接到一个Boss的一个系统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体材 这个都是今年今年的一个趋势 我希望各位你真的你在股票市场上要了解的是这些的一个东西 那你今天你要不要专家我那倒是其次 这个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欢迎港湾的 你要知道说你觉得这个老师不错 那我很欢迎你 但是我是希望你在今天 各位在这个市场上的一个操作 真的是观念要正确 要能够养成好习惯 第一个你千万不要被市场上的一个讯息所影响所干扰 第二个你要至少你要懂得去学会保护自己 你要知道很多人说 哇现在要进入了一个股东股东会的一个旺季之前 高配息股票一定会很棒 谁说啊谁说高配息的一个股票 就是票房的一个保证 有时候高配息的股票反而是票房的一个毒药 你要看像1476的一个卢宏 来这档配息很高 但是反而怎么样 反而杀下来 为什么杀下来 这个不就是我过去跟他说过的吗 他的产业他现在一个趋势 他现在的一个位阶到底在哪一边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产业他如果进入了一个高原期 高原期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来导播召集一下 高原期就是震荡做头 然后量能无以为继 所以他时常会做出一个怎么样 又多出货的动作 所以各位我们再来回来看荧幕 你看量能无以为继 他做出一个是什么 又多出货的动作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告诉你说高配息的一个高质利利的体材 结果怎么样 这一波反而是怎样 杀下来 这个才是各位你所要了解的一个事情 当然我知道了 今天因为明天有一个挺胡茂的一个活动 然后后天又有一个反胡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很担心 这样的一个风波到底会不会持续延续下去 当然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官员来讲的话 真的是头一个头两个大 蛮头痛的 他也非常的一个棘手 为什么 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贸易的谈判 从来从来都没有重启谈判过 所以今天假设真的是万一发生了 我讲万一啦 万一发生了有这样的一个重启的一个谈判 那这样的一个事件 他的一个蔓延 可能在某年某日的某一天 对台股真的是会有冲击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 你都不用想这么多 我要告诉大家的 你只要记住 记住一个概念 就是目前的一个台股 他出现了一个头部形态了没有 我们来看看 目前台股啊 到底有没有出现头部形态 今天创新高嘛 震荡在创新高嘛 回撤那一天啊 在这一天啊 礼拜一的一个时候啊 最低来到啊 8508点 为什么这个地方就是最棒的买点 因为你看嘛 回撤在这边攻上去啦 然后在这边啊 震荡换手 的一个这样洗盘之后 然后回撤的一个这样记线 哇大家好害怕 刚好是怎么样 回撤的一个支撑区的一个位置 来到支撑区 马上就涨上去 涨上去 今天再创新高 那代表是什么 代表目前这样的一个行情 他是头部吗 很清楚并不是嘛 就算 你看趋势线 这个叫做记线 这个叫半年线 这个叫做年线 这个都告诉你说 我终极的一个怎样方向 都还是要持续的一个向上嘛 第二 他出现了一个量大不涨的情况没有 没有啊 你不要把过去的就是为带到现在哦 你不要以为说 哇这个台股哦 创新高量要跟出来 我告诉你错了 台股创新高之后 量如果拉得太坏 一下子到16001800 你反而是要小心啊 不是说台股创新高 然后你说哇这个时候的量又是只有1000亿左右 哇又出现什么量价的一个背离啊 各位啊 看盘 你也要 看门道 要看出它的内涵出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一个台股里面啊 包含在过去啊 老师跟他所分享的一个力望 你看 从当时候还在这个位置100块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怎样 创新高 那你可以看到 力望 持续的一个创新高 包含的一个什么 广达 今天也是你看 最近这一个这几天 他的一个表现 也都是一个相当相当的一个强势 包含3186的一个波罗威 你看 这个是网通概念股的一个股票 以及啊 3450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联军 他也是怎样再创新高 6286的一个这样 力期 哇你看 他也创新高 甚至物联网的一个怎样连结 这我们会原本有的股票 你看 今天亮灯的一个怎样 掌停板 还有6223的一个望系 哇今天也这样创新高 盘面上这些的一个指标股 他在带动整个台股的一个往上 来做一个挺进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告诉你说 这个台股的一个好系 还在后头吗 那么既然台股的好系还在后头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赶紧赶紧来调好股买主流 你才能够啊为你真正带来大财富 那怎么样来调好股买主流呢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份产业关键报告股市场保图 你可以看到第一档第一档的志冠第二档美琴嘛 第三档的一个远翔科 远翔科我们昨天大涨创新高 前天亮灯涨领板 昨天大涨创新高 我们先获利出一半 恭喜会员朋友 然后紧接下来第三档第四档第五档 我告诉大家 这些的股票都要蠢蠢欲动了 这些股票都是未来有本质 有体材 有未来的好股票 那今天最后一天 那今天最后一天 老师啊 跟大家一起来做个分享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李州投顾陈老师 二十二年来的实战操盘经验 专业实力与人脉金流 连业内大户都赞叹的股市高手 用标股来帮您写日记 让好运永远跟着您 有兴趣想赚标股的好朋友们 欢迎跟上投资的行列 掌握第一手的讯息 第一时间的买卖点 赚取第一手的获利 制服专线零二七七二五一三七七 七七二五一三七七 确立方向 选择点位 解读关牌密码 风天雷点试诚经专案 送您开盘十二星法 五大转折密集 八面向同步观察 操盘秘诀 加三个月轰动指标 来电速播 022365325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并不是说叫大家说 哇你今天你要去做最高的动作 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股票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正确的操作观念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 这堂股票为什么它会涨 它涨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 到底在哪一边 这个对你才真的有帮助 像在今天的一个报纸的一个讯息 我们来看到 今天我们的一个张忠摩 我最敬爱的张忠摩 他说到物联网是美丽的世界 物联网真的是美丽的世界 为什么它是美丽的世界 因为在这一波的物联网 带给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满满的获利 满满的幸福 来我们来看一下 包含的一个什么 脸书 他也花了600亿 要并购这一家的一个什么 Oculus的一个怎样 供虚拟实境 也是要怎么样 进军到穿戴的一个专制 包含的一个英特尔 他也要收购什么 Basis这一家的一个 穿戴的一个专制 包含着我们的一个零花科 他也在今年六月份的电脑展 要秀穿戴装置 这个就是商机 这个就是趋势 为什么物联网是美丽的趋势 美丽的世界 物联网到底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可能在脑海史里面 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物联网其实在很早的时候 1999年就已经提出来了 当时候1999年提出来的时候 但是当时候为什么没有能够花光花乐 因为当时候的一个 网络的建制还不够成熟 网络的传输的速度还不够快 你今天我要购买一个东西 我今天我可能网络 我在那边等 我要等好几分钟 我今天我看一部的一个影片 你现在以后回到市机 我下载一部影片 我观看一部影片 我可以同步 但是在之前的时候 我看一部影片 可能荧幕闪个五秒钟 又要停个十秒钟 那么网络的一个设备不够发达 包含的一个什么 安全监控 你看嘛 你在走到道路上 上面不是都有摄影机吗 那这些的一个摄影机 这个都是要透过网络的一个讯号的一个传输 所以物联网就是把所有的一个物件 然后透过了一个社评辨识 讯息的一个感测 然后透过的一个物联网 所建立的一种的一个 智能化的一个生活 一种智能化的一个管理 那么重点来了 物联网 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商机 包含的一个什么 麦肯锡的一个研究院 他也预估啊 未来的一个物联网 他的一个商机有多大你知道吗 未来的一个到2020年啊 物联网的一个商机啊 甚至高达3兆4兆甚至6兆啊 我们台湾一年不过0.5兆的一个这样 GDP嘛 那你看 未来物联网他的一个商机 这么的一个庞大 他是我们台湾的一个GDP的一个 十几倍的一个金额啊 那既然商机那么大 那么你要买对啊 你看 物联网 这是物联网产品结构图嘛 然后他透过一个什么 RFID嘛 还有RFID的一个标签认证嘛 然后传感器嘛 那包含的一个感测器的一个侠道嘛 那以及怎么样 无线的一个通讯嘛 然后连接 又包含物流也好 自动化设备 安全监控也好 军事还有什么 生技医疗 包含的一个农业 跟我们的一个家庭啊 这些啊 就是未来的一个物联网 所带来的一个商机 那么物联网既然商机那么大 那你要知道谁是最大受费者 你看2月17号的时候 为什么 我会带会员朋友去买进 立望这一档股票 很多人看到立望的时候 那时候会员还问我 老师过去立望 每次来到100块的时候 他就杀下来 真的可以买吗 我说可以 我说今年的立望很不一样 过去立望为什么会从100块杀下来 甚至过去从100块的时候杀到 剩下60几块 那是因为那时候的一个时机还不对嘛 但是现在不一样嘛 现在所有的一个晶片 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所有的一个晶片 它越来越复杂的一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不论是 在整体的一个电源的一个管理的IC 或者是驱动的一个IC的一个部分 那你知道吗 这些的一个IC的一个设计 它事先必须要有一套的IP的细制裁 IP细制裁帮它做好建立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工作 帮它先事先把它建构好 然后它可以怎么样 节省它IC设计的一个成本 甚至可以减少有的减少到三成四成 那么你想想 那刚好今年搭上这样的一个列车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立望 今年这么的旺 当然现在 报纸今天出来 麦格里告诉你立望 很不错 但是我不是要推荐大家去买 因为真正要买的时候是要在什么时候 真正要买的时候是要在这个时候啊 各位啊 在这个时候啊 今天已经来到200块 100块到200块 都已经涨一倍了 现在叫你来台车有意思 没有意思啊 甚至包括什么 1589的一个什么 F永贯也是一样嘛 当时候在这个位置点 就算你没有买在低点 这个位置点115的时候 甚至在3月19号的时候 它再次回车115的时候 我也告诉过大家 我说F永贯今年的一个锋利的一个花电的一个体材 今年会很不错 结果你可以看到 从从啊 3月20号开始每天飙啊 开始每天飙 飙到昨天啊 来到170 147块的时候 从115块来到147块 你想我会做什么动作 我们会员朋友你看多幸福啊 你看3月24号你来听演讲 包含的一个3363的一个上权 包含的一个4721的一个美琪玛 都持续的创新高 甚至啊 3094的一个怎样 连结 你看 那回来 大家好怕好怕好怕 结果好怕好怕好怕 却是怎样 最好 最棒的机会 当然今天涨停板也买不到 也不是叫你去追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当然还有一档股票了 我们昨天带会员朋友买一档的 真正厉害 这个是LED你看的导线价 你看那个建设标翻天 这档股票只有16块多 哇昨天现买现赚 今天又大涨了 真的 真正厉害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千万别让犹豫求尽了你自己 一个人啊 或许你无法选择自己的一个出身 但是我告诉你 你绝对可以决定你的结果 但是你要跟对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说你想要获得一位 成功的一个人生 就千万不要让犹豫求尽了你自己 让陈静带你来一起来拥抱标股 让陈静带你来一起来拥抱财户 怎么样来拥抱标股 怎么样来拥抱财户 就是我们在对的趋势上 选对的产业买对的股票 并且把事情给做好 想不赚都很难 对的趋势对的产业买对的股票 就是要懂得花龙润获利过大 一波赚到宝 当趋势错了 产业错了 股票错了 各位你千万不可恋战 千万千万记得要懂得持盈保财 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一波 你错过了欲望 也错过了一个 党党股票的一个飙涨机会 那么今天这一份股市长保图 今天最后一天 免费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最后祝大家超做胜利 我们明天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